赶紙 嗨 大家好 我是孟叔醫師 嗨 大家好 我是愛波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愛波 上課的單元可以跟愛波了解一下 他這一段時間就是做眼袋手術的大小事情 愛波被眼袋這件事情困擾了多久 嗯其實已經困擾了大概有兩三年 然後是最近這一年我是真的一定就是 送給我自己都受不了自己 眼袋 是不是看起來很累還是 對就是即使我真的睡了12個小時 然後朋友就問我 欸妳是都不睡覺啊 怎麼看起來這麼累 妳到底工作有多累 但是我明天睡超寶 你妝眼都不太好蓋對不對 對我其實之前因為眼袋的困擾 我光遮黑眼圈這一塊 我就化妝就是要多了15分鐘 我用遮瑕膏這塊只要一新出 不管是專櫃上的開架的 然後甚至是國外代購的 我全部都會買 這個過程當中 艾波也跑來找我們咨詢了兩次對不對 對我其實咨詢了兩次 那我比較好奇就是 咨詢了兩次的過程當中 什麼東西是讓你考慮要做手術的重點 對是不是 嗯我其實考慮的重點是修復期 因為那時候醫師跟我說修復期大概要一個月 那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有時候接到案子其實都還蠻臨時的 所以蠻難排開那個時間 所以那時候是我猶豫的重點 對就是恢復期這一塊 其實我很多客人也是 有的是不想別人知道 或有的是上班的時間 其實沒有辦法行假很久 所以他們其實也對修復期這個東西都蠻關心的 可是從你知道整個過程 然後諮詢兩次什麼 讓你決定就是要做到這個手術 就是有一個moment是 我去工作 然後也是拍董派的影片 然後就是給化妝師化妝 然後他化妝的時候他叹氣了 他深深的一口氣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這個黑眼鏡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遮不住 然後我說他這麼嚴重 他說你這個我建議你一定要去手術 你這個救不了了 他這樣跟我說 超嚴重的 對被原來講 被化妝師講說他沒辦法 而且他是很厲害的 然後公司 然後他說我這個真的救不了你了 因為我的工作需求是常常要拍 不管是平面還是動拍 動拍就是不能修復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定是需要的 那我其實諮詢了兩次 第一次其實我有問醫師說 欸我這個問題是有沒有辦法用一個更快速 更甚至是不用恢復不起的狀態 可以去做這樣子 其實很多客人來問 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用微診 都跟我一樣是一個問題 對對對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覺得完全不可以用微診 只是說如果微診的方式去解決 都只是一下下可以撐一段的時間 但後續都還是要回來手術 終究我覺得這一部分是有點走圓忘路 就是有點說 喔我又花了錢叫你買這個鋼尿酸 然後後續你來覺得還是有這個問題 我還是叫你開刀 我還是會跟大家講說最終這還是 解決的方式是手術 如果想要每天都是這麼好的狀態 微診真的不是正經 一段時間過後你之後 還是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畢竟有眼袋就是 只會越來越嚴重 它不會是自己變好的 我們最後決定要手術過後 我們手術前有非常的緊張 非常緊張 其實還是會 因為必定是手術 那時候我其實問了很多的問題 當手術完畢會臉是腫的 眼睛是腫的 有些人就會很害怕 那其實我覺得一開始 讓自己做好一些心理建設 然後有問題就為你吃 我覺得會比較放鬆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對於 修復期這個期間很難過這個關卡 可能看數前數後 大家都會覺得 喔說的就是那個超完美的狀態 可是在手術過後的歌 幾天卻不是這樣子 他其實看到自己進步裡面的自己 其實會嚇得到 包含就是可能微量的骨子或什麼的 都會有一些腫脹癒血 其實我那時候醫師問的還蠻細節 就說欸我腫怎麼腫 那癒心會怎麼癒心 那哪邊腫會腫多久 其實我都問的蠻詳細 所以自己已經有那個心理準備 然後那時候我也把工作有排開 隔離大概有七天的時間 是在家裡好好休息的 因為我覺得術後好好休息 其實真的是會恢復蠻快的 然後就其實不要太緊張害怕 你就心裡想說我要變漂亮 我要變漂亮 我就不會害怕 對 其實很多人會說 那我可不可以就只修個兩天 術後那幾天不想要自己這樣 其實這段時間是可以 給自己放個小假 自己幫自己建設到一個 最差的狀態 可能會腫到 可能會樂不出自己這種狀態 我一定讓自己做好這個事情的建設 所以我覺得看了之後也覺得還好 一般最多朋友我會問我就是疼痛感 就是大家會很膽 而且看起來真的好像很痛 我覺得真的其實不會 我是可以接受的 是臟痛嗎? 對就是有點像是 你失戀啊 哭了幾天之間 那是在怎麼走 那你有特別吃什麼消毒的東西? 我自己是搬了一箱子的豆水 然後每天就是照三餐喝 然後跟 然後跟 對 然後我就真的有去訂鬧鐘 多久時間就是訂一次 是 修復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可以吃少有少點的 有我吃的很輕 因為本來就其實是吃蠻清淡的 所以整個修復的過程也都還可以接受 那你覺得這個結果是你想要 是 完全是 就是改變我的生活蠻多的 外觀上沒有太大的改變 唯一就是如果差很大 是大家會覺得 精神變很好 然後 也變點實 對 我們眼袋的目標其實 最終目標就是這個 我希望的是讓人家覺得 欸你突然氣色變好了 對 好像去休假或者是休息的很好 然後可以每天都處於一些 比較好的狀態 對 那化妝呢? 化妝我真的覺得 差很多 我現在很可受 色蠍膏都丟 對我真的都丟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都丟 因為我色蠍膏之前是真的有30隻 我真的會拍出來給大家看 我所有的蠍膏都 對 真的有30隻 那我現在真的都全丟了 我幾乎以下用不到 除非我長夠多 眼睛其實一定不太虛 那在手術過後 眼睛有覺得 後續有任何視力上的什麼的影響嗎? 其實沒有欸 沒有什麼任何其他複座都合上 我覺得沒有 後續 朋友有沒有發現什麼? 有朋友是看到我的蚊之後都驚呆了 就說 蛤?原來你的黑眼圈你眼袋以前這麼重 看到我現在這樣 他們會覺得 你真的很值得做欸 其實我發現眼袋是 幾乎每一個人在這一輩子都一定會遇到其中一個問題 那有人會覺得我臥蠢子那麼大 可是其實他其實不是只有臥蠢 他是背著一點眼袋 有人會也是 睡眠其實非常的充足 可是一直沒有達到很好的修復的效果 都覺得很難 可是他們都不太敢跨越 其實這是多麼小的手術 他也會害怕 現在的女孩子都還蠻懂得頭部自己的 那如果再透過手術 可以讓你維持這樣的狀態久一點 我覺得大家其實是可以來參考看看 其實到第三週左右 其實我就有開始接拍攝的工作了 所以其實大家其實不用太難聽 就是撐過那前一個禮拜 然後第二個禮拜就是 可以出門的話 就是可以戴眼鏡啊 戴口罩 其實我覺得真的還好 但是至少是 那我們很開心今天 我剛好當場有請到一位愛波的好朋友 那我們請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覺得愛波數前數後的差距 嗨 大家好 對 今天是友人代表 對 跟愛波也算認識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看到他的時候 因為就是要來診所 然後他就必須要素一眼 有時候就是直接做雷射療程 或什麼的 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欸 愛波可能最近是不是比較累 或是可能他剛睡醒嘛 就比較水腫 會覺得總之間就泡泡腫腫的這樣子 眼睛就變得比較小 或可能比較累 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欸 愛波是不是其實 也有可能有眼袋的問題 所以會看起來就是一個煩惱 然後黑眼圈比較腫 但是呢 就之後剛好有機會跟後術醫師合作 然後他就做完 然後我就覺得 哇 今天是有化妝出門嗎 因為其實平常我們看到的 都他化完後 但你會感覺不出來那麼明顯的差別 但你見過他本人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欸 怎麼現在就是好像 每天都直接自帶妝容的感覺 自帶美西 對對對 你如果說就是需要拍攝 或是化眼妝 然後跟唇妝 那其實底妝我現在真的比較少 而且就是當初倒累的感覺 會看起來比較就是 稍微比較累 然後又很年輕的感覺 可是做完後就覺得 哇 又好像回到很年輕的時候那種感覺 那你看得出來我不是眼神嗎 看不出來 是不是 對 現在太厲害了 那今天真的很開心 那今天又有了愛國還有他的好友 來幫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些 年代的大小事情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留言 謝謝